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用五个单元花片拼接的一款 就用民族风的一款拼花小帽 勾发简单,颜色可以自由的搭配 帽绅是五个单元花片组成 然后帽绅是勾到背后花形 我用的是黑色的线,这个花肉看的不是太清楚 好,下面就开始去勾制吧 用到的线材是两个颜色的松松绒线 然后选用4.0或者4.5的勾针 先用线色的线勾,左手搭线 拧出一个线圈,勾针穿过线圈,先勾出一针 然后勾出三个辫子针 好,勾针让线 在这个线圈里面,加上辫子针一共勾出16个长针 加上辫子针的16个长针已经完成 最后两个线圈合并的时候 用另外一个线,开始两针合为一针 然后拉动这个线头,把这个线圈给它收集 完成之后,在辫子针上方针目 勾出一个引拔针 顺便把这个线头拉紧藏好 然后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下面开始勾制第二圈 第二圈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各给它勾出两个长针 辫子针也算到一个长针 然后勾针让线 还是在同一个位置 再勾出一个长针 把勾针让线到下一个针目里面 继续勾出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好,后面的自行去给它完成 第二圈呢,每个针目都加针 已经完成,一共是32针 两针一组,两针一组一共是16组 勾针上面还有两个线圈的时候可以换线 换白色的线 还是在辫子针的上方针目 勾出一个引拔针 然后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好,勾针绕线还是在同一个位置 再勾出两个未完成的造型针 一个 两个 加上这个辫子针一共三针 然后勾针绕线 一次性带过这三个线圈 好,勾出三个辫子针 好,勾针绕线 空过两个长针到下一个这个空空里面 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勾针绕线 勾过这四个线圈 再勾出三个辫子针 勾针绕线 再空过两个长针 还是在两组之间这个空里面 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勾针上面四个线圈 然后勾针绕线一次性带过 再勾出三个辫子针 这一圈后面的部分自行就给它完成 一共勾出16组这样的造型针 安全的16组造型针已经完成 还是在辫子针的上方针目勾出一个引拔针 然后继续向前引拔 勾引拔针的时候开始换线 换黑色的线 然后继续向前引拔 引拔在这个辫子孔里面 勾出三个辫子针 然后勾针绕线 在这个辫子孔里面 再勾出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拉上辫子针一共三个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直接到下一个辫子孔里面 再勾出三个长针 这一圈是在每一个辫子孔里面 勾出三个长针 不算第一组 一共要勾出三组 这是第三组 好 三组完成之后 在第五个辫子孔里面 勾出两组 一 二 三 这三个长针勾好之后 要勾出两个辫子针 然后勾针绕线 还是在同一个辫子孔里面 再勾出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好 勾针绕线 下一个辫子孔 一 二 三 好 勾针绕线 下一个 一 二 三 又勾出了三组完整的这个长针 一 二 三 然后勾针绕线 然后勾针绕线 先勾出一组 一 二 三 然后再勾出两个辫子针 然后勾针继续绕线 还是在同一个辫子孔里面 再勾出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然后勾针继续绕线 再勾出三组 一 二 三 一组完成 下一个辫子孔里面 一 二 三 第二组 下一组 一 二 三 好 三组完成之后 到第四组里面 勾出两组 一 二 三 好 中间勾出两个辫子针 好 勾针继续绕线 还是在同一个孔里面 再勾出三针长针 中间勾出两个辫子针 好 勾针继续绕线 还是在同一个孔里面 再勾出三针长针 一 二 三 勾针绕线 把剩下这三组完整的长针去给它完成 三组完整的长针也已经完成 到开头的这个地方 勾针绕线 要把开头的这一组给它补切 勾针绕线 再勾出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三针完成之后 勾出两个辫子针 两个辫子针完成之后 找到开头的这三个辫子针的上方针目 勾出一个引拔针 然后勾出一个锁针 拿过剪刀 直接断线 这样一个有圆形变为方形的这个单元花片 都已经完成 完成之后 把白色的这个线 留出一米多 作为缝合用 同样的勾法 一共要勾出五片这样的单元花片 大家就按第一个单元花的勾法 去把后面剩下的部分去给它完成 五个单元花片已经完成 下面开始连接 冒生的这四个单元花片 我已经连接好 还剩下最后一个连接口没有连接 我给大爷做讲解 每一片的这个白色线都是在右手边 在上面 这个黑色线看不太清楚 先在边角这两个辫子针的这个大空里面 两片都是插入这个大空里面 先勾出一针 然后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完成之后找到三针的这个针目 一针两针三针 黑色的这个线看不太清楚 你只要找到这个针目就可以了 找到针目入针 然后找到另一片这个针目的第一针入针 然后勾出一个短针 接着连接的这个短针必须要勾松 第一针连接完成之后 下一针紧挨着下一针 找到另外一片紧挨着这个针目 还是勾出一个短针 勾到短针一定要勾松 要不然没有弹性 然后下一针 很简单的连接方法 就是一针对一针的去勾短针 找好针目 下一针 这样一针对一针的去连接 连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勾到短针 同样的方法 大家去把每一片都给它连接好 连接完成之后再去连接帽顶的部分 短针的这个连接已经连接到结尾 还是在转角这个两个辫子针中间这个大洞里面 看一下这个大洞里面 另一片也是这个大洞里面 勾出最后一个短针 短针完成之后勾出一个锁针 可以直接断线 也可以用几号扣 把这个针目给它扣起来 下面还要勾出一圈白色的这个短针 帽身这四片单元花连接完成之后 下面开始连接帽顶的这个单元花 帽顶的连接也是同样的方法 现在转角这个两个辫子针这个中间这个大洞里面 两片都是 挑同样的位置 然后先勾出一针 然后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完成之后还是同样的方法 一针对一针的去连接 找好针目 这个黑色线看不太清楚 然后勾出一个短针 好 下一针 紧挨着下一针 不要控针 然后另外一片也是同样的条 紧挨着一针 勾出一个短针 紧挨着下一针 一针对一针的去连接 连接到这个转角处 连接缝到这个两边 各给它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到另一边 再勾出一个短针 一共是两针 后面的还是同样的一针对一针 去勾短针 一直把这个毛顶给它缝合好 毛顶一圈的缝合已经勾到了最后 还是在大鞭子孔里面 先勾出一针 勾完之后留一夹线头 直接断线 然后调过线圈 从第一个短针由后向前传过针目 然后把线头印在背面 然后勾针从下往上传过最后一个针目 再把线头印在背面 这样连接这个接头看不出来 连接完成之后把这个线头自行去给它打结 然后把它藏好就可以了 好 毛顶的连接完成之后 下面开始勾毛顶的部分 去下胶口传过针目 先在第一个大辫子孔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后面的每一个针目都给它勾出一个短针 勾短针的时候尽量还是要 一定要勾松 一针对应一针的去勾短针 把这一圈的短针去给它完成 勾到连接的这个地方 还是在先在大洞里面 勾出一针 然后在连接的这个缝上面 再勾出一个短针 左侧再勾出一针 也就是在连接的两边各勾出一针 然后连接的中间也要勾出一针 一共是三针 后面都是一样的勾法 一针对应一针的去勾短针 一圈的短针已经勾到了最后 还是在这个大洞里面先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在连接的这个缝上面 再勾出一针 针针上面还有两个线圈的时候 开始换线 开始换黑色的线 下一天还是需要再勾出一圈的短针 在白色短针背面 横着的这一根线 这一根线 然后挑起一针 勾出短针 背面横着的这一个线 挑起一针 勾出一个短针 横着的这一个线圈 大家去把后面 在背面挑短针的这一圈去给它完成 黑色线一圈的短针也已经完成 过好之后 白色的这个短针也比较明显 下面开始勾猫眼的花形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里面 继续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勾针绕线 空过一个针目 到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出四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再空过一个针目 到下一个针目入针 再勾出一个短针 这是扇形花的勾法 然后勾针绕线 空过一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入针 再勾出四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然后再空过一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出一个短针 后面的部分 大家继续就得完成 第一圈的背后花形 已经勾到了最后 从第一个短针 内侧挑半个线圈 勾引拔针 一直向上引拔 一直引拔到四个长针 中间的这个针目上方 再勾出一个短针 短针完成之后 勾针绕线 开始勾第二圈的 这个背后花形 第二圈的背后花形 是要加针 从四针加到五个长针 在上一圈 短针的这个针目里面 看一下 短针的这个针目里面 勾出五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长针完成之后 在上一圈 四个长针中间的这个针目里面 勾出一个短针 四个针目中间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上一圈 四个长针中间 最顶端的这个位置 勾出短针 好 勾针绕线 看一下在上一圈 短针的这个针目里面 短针的这个针目里面 勾出五个长针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五个长针完成之后 还是在上一圈的四个长针中间最顶端的这个位置 勾出一个短针 两组备合花形完成 第二圈后面的五个长针的这个备合花自行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第三圈第四圈都是同样的勾法 把这三圈的五针一组的这个备合花形完成之后这个冒烟部分都已经加速 如果显这个四圈的冒烟比较小的话你可以继续加针往下再去勾 大家先去把后面的第二圈第三圈和第四圈的这个五个长针的先去给它完成 第二圈第三圈和第四圈的五个长针的这个备合花已经完成 找到开头的这个第一个短针的针末 然后勾出一针 然后勾过针末 这样这个帽边都已经完成 冬天的这个冒烟不需要太大 如果喜欢冒烟再大一点的话 你可以在第五圈的时候加针加到六个长针 就继续往下勾 一直勾到自己喜欢这个冒烟大小就可以了 这个帽子都已经完成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加评论 好 下期见